妈妈的朋友送了个香奈儿的包给她 说是18年的时候从加拿大带过来的 现在不太放心 想让我帮忙看一下 我们一起见证一下他们的友谊 是否经得住考验 鉴定啊 帮哪里买的了 我妈妈她18年的时候 她朋友从加拿大时候回来 那时候我们都不懂事 让朋友带买的 朋友就是回来送给她的 是送的对吧 对 现在来看一下真价 她在家里买了一个放大镜天天在用尽 我觉得不是真的 你觉得不是真的 对 你觉得哪里有问题啊 就是前面那个 香奈儿上面标的刻字 我都正常做一个奢侈品 它那个刻字 你用放大镜看 我觉得它里面不是很对 出了什么问题 它这个比较糙 不清晰 不清晰对吧 对 就是那个字是歪歪扭扭的 那我看一下啊 你说这个包是有问题对吧 你是看了哪个点 只看了这个点对吧 然后我店里有正品的包 跟你这个做一下对比啊 首先我们验香奈儿的 雷射标的啊 我把正品的形态先给你看一下 正品所有的数字 是不是有一种锯齿状态 我看到 阶梯状对吧 金粉 是撒满整个面上的 这两道 用刀片割过一样的对吧 然后再对比一下你的 它这个数字没有锯齿状的对吧 对 鸡打的那种 鸡打 然后是手写 边缘是非常的平整的啊 你再看这个刀割的 割到直里面去了 割破掉了对吧 所以这个镭射标就已经不对了对吧 然后再看它的做工啊 怎么还有缺口了对吧 对 你看到吧 C 双C 那个是没刻好 我觉得这种大牌不应该是 这个金属严重堆积起来的对吧 你看底槽不清晰啊 我主要是看它前面那个标的那个字 就连这个字都刻的 旺大镜一看字都刻的不清楚 这个字对吧 也是很模糊的 它的状态其实是跟这个是一样的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是比较明显的 肉眼其实都能看出来了 所以你这个包我看了是不好的 好 谢谢 好 不客气 人家送的对吧 对 是人家送给他的 嗯 谢谢你 好好好 谢谢 拜拜 好 不客气 好 再见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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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